以色列星期一上午對西岸佔領區一個擊中分子巨點發動無人機攻擊 巴勒斯坦衛生官員表示,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,50人被打傷 以色列軍方說,對潔寧難民營的擊中分子聯合指揮中心發動了午夜攻擊 以色列軍隊5間繼續留在難民營 這是以色列一年多以來在西岸地區發動的最大行動 難民營濟湧的街頭黑煙升騰,商會激烈交火,無人機在頭頂飛過 據文說,部分地區斷電,為以色列軍隊清除道路的軍用推土機,穿過合襲的街道,摧毀房屋 巴勒斯坦人、約旦、埃及及伊斯蘭合作組織都譴責這次暴力 在華盛頓,美國公務院表示正在密切關注衝突,表示採取所有能夠的措施,防止平民生命損失是十分之重要 美國公務院表示,戰鬥突顯了需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部隊共同恢復和平 現在大力都在毛孫中遵守,喫架躲到某些路線內 我只能把位置中有剛才可以讓他们配合 ti 因此包括靈活的許可動